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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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家有个问题 你们怕不怕 不怕 我们 这兄姐妹们 我们人 有没有是个惧怕 你没有遇见困难的时候 我们都喊得很潇洒 我不怕 但是遇见难处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怕 我记得我们在上启息录的时候 提到在末后的情况 进入天国 什么人不能进天国 其中一点就是 惧怕的人不能进去 那我姐妹就问了 那我很小胆的 为什么不能进天国 那个惧怕是另外一种的层面 但是一般来说 我们在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中 今天在一般的情况当中 会不会惧怕 大家各种不同的惧怕 我发现这个科学越进步 人怕的事情也越来越多的层面 很多惧怕 我们怕股票跌下来 我们怕股血压已经升高 该高的不高再低的不低 我们很怕 我们很怕这个房仗价 我们很怕我们的薪水被减掉 我们很怕失业 我们很怕失恋 我们很怕失去的依靠 我们很怕失去的工作 我们很怕生病 我们很怕胖 你怕不怕胖 我看见你这姐妹点头 很怕胖 怕胖就减肥 对不对 就吃很少东西 对不对 那我的建议 你怕胖减肥不要少吃东西 要加倍的吃东西 不然你没有力量减肥 我会怕 我会怕死 你看见今天这么多的环境 差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你会不会怕 这两天 你有没有在Costco抢购东西 为什么抢购 这是怕 这是怕 怕没有东西吃 就告诉你 没有到什么可怜的地步了 很多时候我们人 或者制造很多恐慌 是人造出来的 没有怎么差劲 没有怎么危险 是我们制造出来 基督徒在这个环境当中 怎么显出我们的信仰 其实你怕不是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我们问每个人 你怕的东西不一样 不好像泄露我一个小秘密给你听 我怕什么你知道吗 不是怕师母 我是怕母师 我告诉你 以前我还没信耶稣的时候 我很怕老鼠 我看老鼠出来 我的毛管宣告独立 好可怕 但是后来我在菲律宾的时候 先住在一个比较旧的房子 里面他没地方住了 租给我一个新的房子 结果这时候有老鼠出现 我跟师母 我是男人 他是女人 总不能让他去打老鼠 那谁去打 就是我 那我去打 哇 连小老鼠都打不死 那没用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们都要怕的人 那为什么会怕 其实弟兄姐妹 特别姐妹们 你怕并不是代表你是弱者 怕是我们人性当中一个自然的流露 对不对 为什么人会怕 如果你翻查圣经 你发现 人类一犯罪之后 第一个反应就是怕 就是惧怕 你记得亚当吗 他犯罪之后 得罪了神 神还找他 他就躲起来了 神说你为什么躲起来 为什么我找不到你 他说我听见你的声音 我就怕 他本来跟神是好好的 为什么今天会怕 罪将人与神的关系破坏了 罪将人的人性都带到非常脆弱的地步 会惧怕 也可以说是人性惧怕的一个罪的副产品 我们人生就会怕 很多东西会怕 其实 今天我给 你看看这个疫情的影响 前天看新闻 他说已经全世界超过五十个国家受感染 这几乎全世界 这种姐妹 好厉害哦 你听见姐姐报告 你越听会越怎么样 我越怕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还是不要看太多新闻 太多 太恐怕 我很觉得在我们活在今天这个惧怕的环境当中 我们需要怎么样 老师傅总统讲的那句话很有意思 我都印给各位 这句话怎么说呢 We have nothing to fear but fear is self 我们除了惧怕的本身 我们应该无所惧怕 有时候是没有理由的怕 没有理由的怕 就是怕 没有在解释 有些时候怕是没在解释的 怕就是怕 就是怕 就是怜悯我们 我们如果今天这个时代 如果你怕的话 你不要以为 你是很差劲 很自然的 今天科学越发达 越文明 越证明 人是非常有限 很多地方你管不到 你做不了 神透过这些灾难 让我们人是 我们不过是人 我们并不能人定胜天 对不对弟兄姐妹 以前困难的时候 不过是神告诉我 你很有限 你很有限 还有一点我感觉 有没有可能 神透过一些特发的事情 是一种考验 有没有考验一下 我们所谓的发明 到底我们的用途有多大 考量一下我们的科技 有多厉害 有没有同时考验 我们人性在哪里 有没有可能一个患难 将一些人的人性的丑陋 显露出来 有没有同时将人的美德 也显露出来 有没有可能 你看看这些报告 有很丑陋的人性的显露 也有非常有爱 有怜悯的人性的流露 都有的弟兄姐妹 都有的 所以我感觉 遇见一些困难 并不一定是世界末日 也可能让我们有反省的机会 想一想 在1月26号 还记得吗 那是年初二 在有一个年轻人 没办法回 他家乡过年 因为他在武汉 做季节 他年龄只有37岁 他的名字叫做钱雷 三个石头的雷 他发现病情越来越严重 他妈妈叫他不能回来 他特别打了个电话 鼓励这个孩子 这个母亲的话很有意思 所以我向他记录下来 他说儿子 你要坚强 你要坚持住 你要比病毒更狠 你要比病毒更狠 你才能够活下去 他妈妈的话很管用 鼓励一下 一两个钟头之后 这个孩子的病程稳定下来 好来慢慢 慢慢好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套用老伯母的话 弟兄姐妹不用怕 你知道吗 我们的神被病毒还狠 你不用怕 今天我跟各位来思考 我们在惧怕当中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怎么样 我们会怕的 你不要以为错的事情 我们今天来看大卫的诗篇 27篇 我们没时间从头读完一篇 但是我用了经文词里面几节圣经 这篇是大卫写的 但是里面充满了 从惧怕当中生命的转移 一个曾经打败巨人 哥利亚的年轻人 当他做王的时候 他感觉说 我害怕 我非常怕 圣经里面很多怕的诗篇 他写出来的 但是他不惜停留在惧怕的层面 他有他自己 一个的方法 在惧怕当中 怎么活出他的信仰 请各位先来读 他第一节 诗篇27篇的第一节 姐你怎么说啊 一起来读 耶和华是我的拯救 我还怕谁呢 耶和华是我性命的宝藏 我还拒谁呢 这个宝藏可以翻成力量 那他一开始他就说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 是我的拯救 说我的宝藏 是我的力量 我还怕谁呢 他写这个新闻的时候 你可以想一想 他当时怕不怕 他怕才会说 我不要怕嘛 对不对 你们做父母的 孩子慢慢学走路的时候 会不会跌倒啊 他孩子一跌倒的时候 马上冲过去 怎么安慰他 不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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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因为他在怕 其实我告诉你了 孩子跌倒不一定怕的 他跌倒了 在学啊 他怕什么呢 姓宝 母亲太紧张 吓怕他 小孩坐在地上很小 看母亲怎么巨型跑过来 不要怕 不要怕 他被吓坏才怪 应该鼓励他 不要怕 站起来 再找共 他就不会怕 这就怜悯了我们 他在怕 他在惧怕 他在对神 自己说 我不用惧怕 我害怕谁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一个人惧怕的时候 第一点很重要 要认定 你与神的关系 要认定神 要认定神 神是谁 他马上就讲出来 神干涉的关系 有三个很重要的层面 神是我的谁 我的亮光 我的拯救 我的宝藏 用我的这个名称 亲父神 与神的关系的 大卫用很多 大卫用很多 还记得 4篇23篇 一开头怎么说吗 耶和华是 我的 牧者 是我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患难临到 有没有可能 让你重新检讨 你跟神的关系 他到底是谁 他到底在你生命中 什么位置 以致我们 生活的时候都将神忘记了 有没有发现 当你人生遇见低谷困难的时候 你发现你跟神靠近 特别近 有没有发现 你祷告特别颇切 有没有发现 在你追女朋友的时候 不晓得他答不答应的时候 那个祷告很颇切 当你考试考公民的时候 你祷告很颇切 在你来绿卡的时候 你祷告很颇切 当你去interview的时候 这份工作 我一定要啊 非同小可 你祷告很颇切 在患难的时候 可以测验出 试验出 人灵性的程度 同时测验出 你与神的关系怎么样 他是你的什么人 他在什么位置当中 大卫马上的宣告说 神是我的亮光 什么人需要亮光 黑暗中的人需要亮光 黑暗使人惧怕 在黑暗中 人越发需要光 才不至于失明 对吗 弟兄姐妹 第二 他是 耶和华是他的拯救 苦难使人惧怕 在苦难中 人特别需要被拯救 被释放 救我脱离苦难的压迫 救我脱离苦难的恐惧 苦难的残累 被释放了 拯救不一定是将来灵魂得救 这个固然是的 在生活中 我们需要神不断地拯救我们脱离 在面对这个 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 我们需要被拯救 脱离殖病的恐惧 脱离殖病的那个威胁 其实那个丰盛的威胁 比殖病的本身更可怕 弟兄姐妹 对不对啊 一个丰盛来了 你就抢够了 其实你家里面有没有米 有没有米 一定要嘛 为什么还是抢够 为什么呢 有些人买了 蹲在家里面 预备卖给别人 救我脱离这些恐惧 我需要被拯救 我还需要有力量 神不但是我患难中的保障 祂是让我有力量 为什么需要力量 因为我软弱 软弱使人惧怕 惧怕的人就软弱 有没有发现啊 有没有听过 我怕到脚都发暖 有没有试过 有没有听过说 我怕到我脚都很直 有没有可能 哇 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试过你怕的时候 你整个人都无能无力啊 我试过啦 我试过了 我人生当时有好几次 好像惧怕 但是感谢神 神让我带过 我才明白 原来我是怎么的脆弱 我需要力量 神是你的拯救 神需要你的保障 神需要你的力量 神跟你在一起 在暖落当中 那个无力感 有没有感觉 有没有感觉 无助 好痛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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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大家会了解 神是他 他在暖落中的能力 力量 在危险中的保障 在那个时候 他就需要 靠着神的力量 重新站立起来 认定 神与他的关系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患难来了 我们信耶稣信到什么地方去啊 虽然恐惧恐慌 我们也一样恐慌 我们信仰在哪里 我们的神到底在哪里 我们所谓信仰 是不是 只要平安稳托的时候 我们去教会 日落日落一下 一要难出来了 我们就逃走了 我们的本性就显露出来了 我们到底的神在哪里 诗篇42篇 里面的作诫 在他灵命非常 直度depression的时候 他每天以眼泪当饮食 听过这篇诗没有 每天在哭啊 哭得非常难过 当他在哭的时候 人就问他了 你的神在哪里啊 你的神在哪里 他就马上发现 我在人面前 我的劲正在哪里 我跟世人是一模一样的 难怪外邦能告诉我 你的神在哪里 我走投无路 你也走投无路 你没有依靠 你也没有依靠 我在哭 你也在哭 那我跟你什么差别啊 他被反省过来的 他回到神的面前 抬头仰望神 圣经怎么说 神笑脸来帮助他 全本圣经教 那个地方说 神的脸是笑的 你看过没有 你看过神笑没有 笑好不好看啊 不好看 我告诉你 当你笑的时候 全世界最丑的人都很漂亮的 笑 当他最苦闷 最难过 最无能的时候 他抬头仰望神 神笑脸来帮助他 他重新得利 亲爱弟弟兄姐妹 我常常说嘛 弟兄姐妹 特别我在这个马拉里面 写那篇文章里面提到 如果我们基督徒 我们跟世人一模一样的话 我们的信仰在哪里 比方说 不信神的人有苦难 我有苦难 他们有失业 我也失业 他们生病我也生病 是不是一模一样 在这些问题 我怎么样对这些问题临到的时候 我的反应怎么样 很重要 我的信仰就透过这些 这些事情的遭遇 将我的信仰表露出来 我不同就在节里 真的信仰 不是担保你无灾无难 真的信仰是让你在患难中 有力量面对苦难 并且甚至你存在苦难 甚至你可以胜过苦难 这就是信仰 祭兄姐妹 如果你的信仰不过是一帆奉顺才有的 我告诉你 我们跟外邦人一模一样 难怪人家问他说 你的神在哪里 你信仰信主信到哪里去 兄姐妹 我们当然在这个危险当中 我们要做好防备 这是应该的 怎么做好保护自己 怎么做好卫生的措施 应该的 应该怎么样 洗手洗二十秒 有没有试过 医生告诉我们 勤洗手比你戴口罩更有效 所以洗多些手 特别我们最近 如果握手的时候 也避免握手了 我们再打太极 打一下 无论怎么样 弟兄姐妹 我们尽量有智慧的来保护自己 保护弟兄姐妹 保护我周遭的人 这是应该的 但是除此以外 你要仰望神 你不要带头恐方 弟兄姐妹 基督徒嘛 我们不要信到糊涂去啊 人家怕你也怕 你的神在哪里 明白我意思吗 弟兄姐妹 大卫马上说出来 我的神在哪里 我的神是我亮光 黑暗中我要亮光 危险中我要拯救 乱乐中我要能力 我怕什么 我怕什么 真的弟兄姐妹 所以 我再说弟兄姐妹 在这些患难当中 有没有一个机会 让我们解释一下 我与神的关系 看看 神在我生命中哪一个位置 在我哪一个位置里面 我说我信神 在我什么地方 救助怜悯我们 真言简单好 我们在一切 耶和华 在我一切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道路 认定他 认定他在你生命中的地位 再回到二十三边 耶和华是我的目觉 我才不至于缺乏 我虽然经过死因的妖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 与我同在 无论是青草地 安静的水边 还是死因的幽谷 神的同在最重要 我才不怕遭害 那你注意大卫所写的诗啊 他没有说没有灾害 他是说不怕灾害 有没有差别啊 没有灾害跟怕灾害 有没有差别啊 非常大的差别 没有灾病的供给 跟有灾病东西 我不怕灾病的供给 两样不同的情况 神与他同在 因为神是他花园中 随时的帮助 神怜悯他 只有有神的同在 这是我最大的恩典 亲爱的弟兄姐妹 花园中你特别感觉 神同在的宝贵 你特别经历他 跟你同在的甘甜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花园的时候 你不要将神摆在一边 在花园的时候 你更需要神 但我们怕来聚会 怕什么的时候 我告诉你 有目道有反来跑来教会 是不是很讽刺啊 他反来跑来教会 为什么 他说我需要这个 在这个世界 无依无靠的 无能为力的时候 我需要寻找信仰的力量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力量 你已经有了 我们已经有了 我们竟然 我们要好好去享用它 就是说怜悯我们 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 不要先将神摆在一边 有困难的时候 你最需要回到神的面前 我不管你说这种怎么 应该做 我国外回来 应该做什么 分 隔离啊 还是分离啊 不要分离 隔离十四天 应该了 守规矩嘛 对不对 守规矩 应该如此 但尽我们能够做的 就做了 但是有些时候也是基督徒 是不是 苦没有借口 不来聚会啊 好 我还有理由 不聚会今天 我自我隔离十四天 不够二十八天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然每个人情况 你最清楚你就知道 做好我个人防备的工作 做好我卫生的需要 顾念弟兄姐妹的问题 够了 通通交给神 在患难惧怕的时候 他给我们第一样很重要 要认定神 第二 在惧怕的时候 他要寻求神 所以你看第四节到第六节 第四到第六节 有没有一起来读啊 一起来读 有一件事 我承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瞻仰他的龙美 在他的殿里求问 因为我遭遇患难 他必暗暗的保守我 在他亭子里 把我藏在他帐篷的隐秘处 将我高举在盘石上 现在我得以昂首 高过四面的仇敌 我要在他的帐篷里 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 跳到第八节 你说 你们当寻求我的面 那时 我心向你说 耶和华 你的面 我正要寻求 要寻求神 有一件事 我要寻求神 在他面对仇敌的攻击的时候 有很多事他要做的 有很多事他要做的 在他将一个很重要的是摆第一 什么使他患难中的 priority 摆在第一 第一件事就是寻求神 寻求耶和华的命 他很自然的 有难处 就要吹逼他 回到神的面前 他寻求神 变成是生命中很自然的反应 就好像我们 独自饿了 你马上需要什么 吃饭 我要同工跟我开玩笑 牧师里面广东人想什么都想要吃饭去 你很自然 对不对 你饿要吃 口渴呢 需要喝水 很自然的事情 有难处呢 想到神 有难处 马上回到神的面前 自己基督徒生命中一个自然反应 像我们生活中的反应一模一样 马上想到神 就可以呈演出刚才我所讲的 你跟神的关系 到底有多亲密 有没有想到神 我们中国人有句话 穷叫呼天 痛哲呼凉 叫妈妈 如果传道人去宣教的时候 可能太年轻吧 拖得出来侍奉神 在短宣的时候 无形中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会叫妈咪 她童工就笑了 哎呀她还是年轻喔 可能是孤单喔 我告诉你 这是人性的自然流露 平常你心中怕 你不会白天告诉人你要妈咪 但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这个梦境很无情的 将你本来的面目流露出来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晚上短缠你睡觉小心 真的 但自然流露 我的需要 我要想起那小孩的时候 她有困难 马上叫爸爸妈妈 宣教遇见困难了 难处了 很困难 马上想到谁 妈妈 很自然 不要笑她 我爱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人性的自然的流露 那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基督徒 灵性的自然流露啊 你马上要想到神 我们常说 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 但是亲爱弟兄姐妹 为什么要等到尽头才来找神呢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为什么等到人的尽头才来找神 神一直在哪里 一直在等候我们 只是我们没有去理睬他 我们没有去找他 等我们走投无路 我们才神啊 你是天下人间第一号 那个时候才找他 但是不要等到这个 那个时候 求主真的是怜悯我们 信仰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依靠 已经给你了 信的能量已经给你 但如果我们真的在患难中随时想到神 因为他是我们生命中最自然的一个反应 还有第三点 在惧怕的时候要等候神 十三十四节 这里怎么说啊 一起来读 十三十四节 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 得见耶和华的恩惠 就早已丧胆了 要等候耶和华 当壮胆坚固你的心 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他给我们第三个很重要的地方 当我们惧怕胆怯的时候 要等候神 等候带来坚固 等候带来力量 这也是他很自然的反应 在试炼的时候 信心的眼光比信心的眼睛更重要 不是没有困难 是看你的眼光放在哪里 等候神 怎么疑心的弟兄姐妹 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 马上你反应什么样 我们马上开会 马上商量怎么对付 但是大卫说 要等候神 我们人很多时候 用我的能量 用我的力量 增长 搞不好了 才来依靠神 我们先用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没有马上想到神 没有想到神 你知道摩西筛派十二个担子 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 回来两个报告 记得吗 两份不同的报告 十二个人两份报告 十个人说我们不能去 太可怕了 看着城墙很厚很大 那个人 敌人很高大 我看他们非常的巨型 他看我们好像炸梦一样 你有没有看见 有世界两种人 有没有比例悬殊的 因为他眼睛只看见困难 他打报告说不能 但是其中两个人说 我们可以 请问这两个人有没有看见 巨人的高大 敌人的高大 有没有看见城墙很厚 一样看见 他们都用眼睛去看 跟他们一样 他们剩过这十个人 他们不但用眼睛 他用什么 用眼光 他看见困难之后的神 还在掌权 他看的不是那个困难 他看见神的应许 神应许说这个地是我们的 我管你都巨大 神给我我就要 他眼光看见神的应许 这结果不一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还没打 等候的时间 他的眼睛一亮 看见什么 弟兄姐妹 我在读节文在看那些文章 论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这里面最后一句话很有意思 他说如果犹太人当日出埃及 要经过董事会的话 他们今天还在埃及 因为一定通不过 就好像去攻打这个迦南地一样 十票对两票通过吗 通不过的 通不过的 但是问题是说 那个地方是神给你的 应不应该通过 听神的话 不是听人的话 神怎么带领你 好好等候神在神面前 看看神怎么说 看神怎么带领你 我们缺少一个冷静安稳在神的面前 好好等候 我们困难来到 事情来到 马上我们用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其实圣经告诉我们 要学会等候的功课 我们有些时候人太聪明 很会计划 很会打算 计划打算 潮密到神都没办法来做工 我们人太厉害了 神要插手插不进来 为什么呢 因为你太冷干 我们求主怜悯我们 今天在这个时候 让神在我生命中做工 让神在教会中做工 做他该做的工作 我们就要等候他 看他的作为 当这个世界上的人 活在恐慌当中的时候 基督徒我的神在哪里 有人形容这个世界 形容到好 那个比方 他说这个世界上的人 就像一只窗盈 踏在玻璃窗上 前面看来一片光明 却是找不到出路 在玻璃窗有什么出路啊 他看出去很漂亮啊 世界上的人就是主持 他告诉你这个世界前途光明 股票大好 经济很好 到时候告诉你 人类的心灵没有出路 没有出路 所以人们需要主 刚才你有没有看诗 诗班唱歌 每个字很有意思的弟兄姐妹 这是我建议改的 今天本来不是唱这首歌的 我们唱这个 慧众唱的时候 我需要弟兄姐妹 我们最大的需要就是主啊 我们需要神啊 为什么要做信夫小主 因为将福音传给人啊 不单单信夫小主 弟兄姐妹 其实传福音一直都是教会的使命 对不对 不是有信夫小主你才传福音 不是啊 你本来就应该传福音 教会就应该传福音 为什么呢 人们需要主 人们不需要一个安乐的地方而已 人心灵需要主 主耶稣保守我们 带领我们 人类最大的需要 今天我们纪念主首圣餐 今天 我们怎么思想这位主 有些圣经我要你一起来读 这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篇 五到六节 那个瓜糊下面哪句 用心来读 一起好好来读 来 那之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亚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边相 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我们人类的出路在哪里 就在这里 人类人生命的出路在哪里 因为主为我们承担了一切 我们的罪孽 罪的污染 我告诉你 比病毒的污染更可怕 病毒的污染 即伤害我的肉体 但是罪恶的污染 会伤害你永远灵魂的生命 这是非常可怕 我们要传福音 让人真的脱离罪恶的病毒 只有一条路 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承担了一切 他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 他受了刑罚 我们得来平安 他受了边相 我们得到医治 他有医治的恩典 不但医治你的肉体 他医治你的心灵 他医治你的伤痕 他医治你的忧伤 他承担了 你说是不是我们人类的出路 没有他我们没有出路 所以等到他 让他在你生命中做工 让他在你生命当中掌王权 当我信主的时候 更加倍地需要 神掌管我的生命 我再说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世人活在恐惧战争当中的时候 是不是最好的时候 基督徒能够活出我们的信仰 能够活出我们生命的正能量在哪里 当人人都负能量的时候 谁给我要正能量 基督徒的生命 信仰给我们有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求主怜悯 今天见到圣餐 在一起带领我们回到父的面前 思想这位爱你的主 他为了你的缘故 他摆上一切 求主怜悯我们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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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